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开它 文字也会像音乐般流淌 照片是藏着最多 关于人类情绪的地方 它比书本直观 却不像书本将文字都串联保管 当书本中出现照片 那是最好的集合 也是最好的相遇 文字和图像其实也都一样 当它们被翻开 当它们被观看 其实也是某个人的人生被阅读 那些人生可能平淡 而我虽然只是路过 只是阅读着 只是观看着 却也是我自己生活的记录者 小红书